下一位講者,麻煩過來一下 如果還沒有講到的,來這邊找我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在這個大場合講話 精神不太好,因為這麼早起大概是在CostCup 2009的時候 那我今天是要講連XLab最近要推出一個新的Project 我要講的Project叫做連XBench 它是Benchmarking for Android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做一個Android平台的效能測試軟體 那我的ID是Biscuit,或是你可以叫我BZ就好 那我目前是在LingXLab就是打掃環境,當公讀生 然後如果你手邊有Android手機的話呢 你可以把那個scan拿起來找一下 或是直接在Market上搜尋LingXBench B-E-N-C-H,或是搜LingXLab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等一下要講的這個軟體 好,那我們就講一下我們寫這個軟體的動機啊 然後我們當然第一個動機就是我們希望寫一個Android平台的效能測試的標準程式啊 讓大家都可以很簡單的測試自己手上硬體的效能 或是你是一個開發者,你也可以利用我們的程式來檢查你的硬體的效能 對,那我們第二個動機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測試是可以完全自動化的啊 所以我們的程式是可以透過Command Line去控制它去啟動它的 那你如果跑到自動化的話那眼睛就會變紅色啊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你Benchmarking可能一次跑十幾二十個 甚至上百個結果啊 那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很簡單的視覺化呈現 讓你簡單的可以看懂你Benchmark的結果 那最後我們希望這個程式是可以很簡單的被衍生的 就是如果我們內建的那些Benchmark程式並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話 身為一個開發者你應該可以很簡單的把寫一個自己需要的Benchmark 然後把它加到我們程式裡面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程式使用的流程啊 那第一個你當然就是在手機上先執行這個程式 不管你是人去執行或是透過Command Line去把它叫醒 那啟動之後你就可以在手機上跑我們內建的一些不同的Benchmark 那目前有2D的有3D的有一些比較底層系統的Benchmark 那在跑完了這些Benchmark之後呢 你就可以連到我們最近也要開出來的一個叫LinkXBench Web 那基本上它是在你手機跑完之後 你可以把你Benchmarking的結果直接上傳到雲端 然後你就可以在電腦上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分析你的結果 那我們的Project叫做LinkXBench 你可以在Google Code或是Gatorius上面找到 那在AppSpot的話是叫LinkXBenchmark 因為LinkXBench被註冊走了 那在planet.linkxlab.org的目前應該是第二篇 你可以找到這些詳細的連結 那投影片到這裡 然後我們就demo一下那個Web的 好 那等一下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Benchmarking的結果被Upload在網路上 那這次已經跑了在很多不同手機上跑過 然後在同一個頁面上 然後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們測過不同的手機的型號 還有 比如說 Kernel的Build Time 或是Kernel一些Version 還有CPU之類的資訊 那上面就可以看到它跑Benchmark的結果 像最左邊就是那個Nexus One 那邊有Desire 然後還有Hero 對 然後 然後 最上面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控制 比如說你可以 把 比如說Samsung i9000把它開起來 你就看到其他次的Benchmark 或是你可以把特定某一次的那個項目關掉 那最上面Tab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分類的那個Benchmarking 然後像我們也可以透過Tag來選 你要看哪一些Benchmark 對 然後 然後 遊戲Benchmark它可能會產生非常多的結果 可能 他跑這個Benchmark 他會重複跑一兩百次 那你就會 拿到非常多的數據 那像這種狀況 我們可能就會希望拿到一個分佈圖 像這就是一個簡單那個Round Time的分佈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 比如說它是累加的分佈 或是一些比較詳細的數據統計 對 好 大致上就這樣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回到QR Code那一張很多人沒有掃到 你可以上 上Market搜尋連個Expange Bench 謝謝大家 謝謝oma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